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当时承诺过 这笔钱过几年会还给丈母娘 但我真的很感激她 我们搬进新房后 丈母娘也要住进来 我丝毫没有埋怨 赶紧收拾出客房 换上新被褥 让她住了进去 她高兴得合不拢嘴 只夸我这个姑爷 懂事孝顺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 丈母娘住进来后 我这日子越过越糟糕了 丈母娘的亲戚朋友很多 她到处和人吹嘘 在北京买了房子 邀请人来玩 于是 丈母娘的七姑八姨 包括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 多年的老邻居 纷纷应邀来北京 丈母娘热情地接待 忙得不亦乐乎 常常是今天送走这一波 隔天又来了另一波 从那以后 我家不大的两室一厅里总是一片狼藉 我则是敢怒不敢言 我爱人叫王慧 我俩感情很好 王慧老家在河北 父亲在她三岁时因病去世了 她是老二 上面还有个姐姐 她母亲一个人把她姐俩养大 还都考上了大学 丈母娘是个很好强的人 她自己有一个服装加工厂 前几年生意还不错 后来因为疫情做不下去 丈母娘就把厂子卖了 来了北京 王慧的姐姐就在他们老家的县中学当老师 还在丈母娘家附近买房居住 可丈母娘与大女婿却水火不容 经常吵架生气 也让大女儿左右为难 所以丈母娘就跑北京来了 丈母娘快人快语 办事也干净利索 就是爱吹嘘 爱显摆 呼朋唤友 爱热闹 实在让人受不了 丈母娘刚来时 我和王慧白天上班 她自己出去溜溜弯 跳跳广场舞 晚上我们下班回到家 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摆好了 丈母娘来了以后 减轻了我们的很多家务 我主动去洗碗 她都不让干 把我赶出厨房 说我们累了一天了 去休息吧 那时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感动 暗自决定 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丈母娘 为她养老送中 可好景不长 紧接着 丈母娘的亲友团就开始没完没了 轮番来北京了 最开始是王慧的二姨和二姨父 毫不客气的在我家又吃又喝 二姨父烟瘾特别大 不停地抽烟 晚上睡在客厅 呼噜打得巨响 让我这个睡眠浅的人翻来覆去 一晚上都没睡着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打瞌睡 二姨夫妻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 我夜夜无眠 实在扛不住 跑我父母家住了两晚上 丈母娘还不高兴了 拉着脸说我 学会夜不归宿了 我想解释 又怕她误会 我是介意二姨两口子 只好闭嘴 我还在心里安慰自己 谁家都有亲友 偶尔来一次 小住几天 这很正常 可谁能想到 往后的日子里 各路亲友住在我家 成了常态 我想让王慧和丈母娘说说 不能这样 且不说 疫情期间这样不安全 就咱这个小家庭 房间只有两室一厅 容不下那么多亲友常住啊 可王慧很孝顺他妈 向来都是他妈说一不二 他不敢反驳 我觉得他是余孝 可我也不想 我俩总为这个吵闹 又在这时候 王慧怀孕了 我就更是不能多说了 丈母娘很高兴 变着法给王慧做好吃的 我想这下总该安静点了吧 丈母娘总该心疼自己女儿 让她养好身体吧 我父母听我说王慧怀孕了 买了很多营养品送过来 还给他五千块钱 让他喜欢什么自己买 丈母娘斜着眼瞟了瞟 直接就说 买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怀孕的人不能乱吃 一时间我父母手里提着的营养品放下不是 不放下也不是 很尴尬 最后是我接过去 放在厨房里 丈母娘又说了一些话 都很不好听 什么让我父母多关心儿媳妇 别光顾自己 我父母坐在沙发 话都没说出一整句 饭也没吃就走了 我一肚子的火 家里常年有客人 我爸妈几次说要过来 都被我拦住了 每次我爸妈叫我和王慧回去吃饭 我就是自己去 回来丈母娘说话都是阴阳怪气的 更别说王慧和我一起回去 丈母娘更会生气发脾气 这会儿怎么就成了我父母不关心我们呢 自从王慧怀孕 家里没再来人 可也就消停了一个多月 丈母娘的外甥女两口子 带着孩子到北京来看病了 丈母娘让我想办法 必须帮他们在儿童医院挂上号 我托朋友帮他们挂了号 也找了医生 检查结果没什么大毛病 开点药就打发回来了 看完病没事就回去吧 可他们居然不走了 住了十多天 也没有回去的意思 那孩子也丝毫不像是有病的 调皮的要命 弄个球在屋里的墙上地板上拍 楼下的邻居找上来好几次 丈母娘还对人家嚷嚷 我们在自己家拍球 关你家什么事了 我和王慧又跟在后面 跟人家道歉 就这 物业也上门来说 楼下和隔壁邻居投诉我们 我和王慧买了水果 给邻居送去 回来 丈母娘横了我一眼 对王慧发火 送什么水果 凭什么给他送 他管得着吗 在我自己家里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你看看 你那个窝囊劲 恰个男人 也是个窝囊废 我气得简直无语 进了卧室 不想再出来 我私下和王慧说 你和妈好好聊聊 别再让老家的人 到家里来了 家里太乱 你现在怀孕 需要安心养胎 王慧找丈母娘说了 结果可能不小心 被外甥女听到了 外甥女一家 第二天就走了 走的时候 还很不高兴 家乡带棒的 话里有话 丈母娘觉得没了面子 在家摔盆打碗的 指着我俩一顿好骂 好几天 理都不理我 为了让王慧的情绪 不受影响 我只好又主动 向丈母娘道歉 给她买 她喜欢的点心和衣服 丈母娘的脸色 才阴转情了 我知道 王慧家在中间 也难受 但她从小 在母亲的强势下习惯了 从来不反抗 此后几个月 我们家还算平静 中间只接待了一次 丈母娘的老邻居 但人家孩子 也在北京买了房 所以邻居老太 带着小孙女 只在我家住了一晚 就回去了 就这 丈母娘还一再挽留 人家多住几天 不过 在丈母娘的照顾下 王慧和胎儿都很好 王慧的肚子 一天天大起来 孕八个月时 我陪她去医院产检回来 一进家 烟味就呛得王慧直咳嗽 我赶紧开着门 又去开窗户 我家又来人了 三男一女 其中两个男的 一个女的都抽烟 家里烟雾缭绕 熏得我眼睛发酸 丈母娘说 这是你三个舅舅 和你三舅妈 他们过来办点事 顺便来看看我 我没说话 进了我们的卧室 王慧躲在卧室 不敢出去 舅舅们抽烟喝酒 弄得满屋子呛 而且说起话来 邀我喝溜的 吵死了 晚饭 我和王慧躲在卧室吃的 听着外边吵闹 我的火只往上窜 可看看挺着肚子的王慧 我只能装作没事 对她说 要不 我们去我爸妈那里 住几天吧 那边安静 可王慧不答应 说是怕惹丈母娘生气 结果晚上王慧起 去洗手间 穿过客厅时 就被舅舅们乱丢在地上的 拖鞋半倒了 我刚躺下 就听到外边有响动 王慧大叫我的名字 眼看王慧躺地上 脸色煞白 吓得我抱起她 就开车去了医院 孩子早产了 有点小 送进了保温箱 丈母娘吓坏了 打车来了医院 我没理她 看到王慧苍白的脸 我很心疼 丈母娘带来了鸡汤 一勺一勺地喂着王慧 还对王慧说 你这么大人了 走路都不知道看着地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我忍无可忍 在旁边说 你明知道王慧 都马上预产期了 还要叫那么多人来家里 本来地方也不大 这么住着 能方便吗 丈母娘见我脸色不好看 她横了我一眼 转过头嘟囔 自己没本事买大房子 和我扯淡个什么劲 我刚想回嘴 王慧赶紧使劲 拉住我袖子 满脸哀求地看着我 我只好一跺脚出去了 王慧和女儿出院 被我直接送到了父母家 王慧这次没说什么 丈母娘打电话和我说 她和舅舅们 要来看王慧母女 我生气地拒绝了 告诉她 月子里受不得吵闹 让她别来 结果 丈母娘就一直没来 满月之后 我们搬回自己家 我母亲不放心 又跟着过来 住了一个月 把王慧和我女儿 养得都胖胖的 期间 丈母娘又开始整天 和她的朋友们 组团去旅游了 这样也好 她不在家 一切都挺好 一周前 丈母娘打电话给王慧 说明天回来 让我去高铁站接她 还有她舞蹈队的 两个老姐妹 也要一起回来 在家里住几天 我的头 立马开始胀痛了 我觉得自己已经被 丈母娘闹得 有点心理阴影了 我和王慧说 以后不能老代人 来家里住了 孩子小 受不了吵闹 咱家地方也不大 从这样 日子还过不过了 王慧又是一声不吭 低着头 我说急了 她就哭 哭得我越发恼火 我和王慧说 我去借钱 先把你妈的六十万还给她 让她回河北吧 王慧哭得更厉害了 我想一跺脚摔门而去吧 可孩子才三个月 我总不能把母女俩 就丢下不管吧 丈母娘的朋友 在家住了三天 我家阳台 挂满了五颜六色的 民族衣服和纱金 孩子的衣物 被挤得堆放在一个小架子上 王慧只好用吹风机 使劲吹干 再给孩子换上 两位奶奶走了之后 我和丈母娘谈判 我努力耐下心 好好和她说 我们这是个小家庭 孩子还小 地方也不大 以后不要带人来住了 真不方便 丈母娘瞬间翻脸 大骂我 着情的你 人穷 还屁毛病多 王慧姐妹俩从小 都是这么过来的 那会儿 房子比现在还小呢 也没见有啥不好 咋的 你觉得你自己是北京人 就看不起外地亲戚了 你别忘了 要不是我给你们出钱 你们还买不起房子住呢 我也火了 直接吼出 明天我就把钱给你 你走 不要住在我家 你在河北 想要怎么热闹随便你 我家不行 丈母娘立马从沙发上 滑到地板上 拍着大腿 好好开了 吓得王慧 赶紧跑出来拦着我 好像我把他妈怎么样了似的 唉 我只好逃出门 回了我父母家 这日子真是没发过了 丈母娘不解气 打来电话叫骂 骂我万恩负义 不孝顺长辈 敢这样对他 要我立马回去 和王慧离婚 这辈子别想见孩子 我气得浑身颤抖 挂掉电话 拉黑他 晚上 王慧又哭着打电话给我 说丈母娘 逼着他和我离婚 还说 房子必须给王慧和孩子 我气急了 反问王慧 你怎么想 他哭了半天才说 老公 如果真的离婚了 你会把房子 给我和女儿吗 王慧问出这句话的一瞬间啊 我头皮都发麻 心脏抽着疼 凭什么呀 凭什么 我没做任何措施 对家对老婆孩子 一心一意 我凭什么要被扫地出门啊 一夜没睡 仔细想了很久 我挺绝望 不然就离婚算了 房子不可能给王慧 就算闹上法庭 卖了房 也该是一百万 还给我父母 六十万还给丈母娘 剩下的 我和王慧一人一半 孩子 他如果不要 我要 我带孩子 也不用他给抚养费 不是我很心 不是我不爱老婆孩子 是我太清楚 王慧的性格 他丝毫不敢违抗他妈 丈母娘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 总说 他妈不会害他 好像我是要害他一样 我是个很恋家的人 家 在我心里 位置很重 我觉得 家就是温馨和睦的港湾 家就是我结婚的目的 可如果按照目前的状态 继续下去 丈母娘存在一天 我的家就永无宁日 我和老婆感情挺好 我女儿才刚刚三个月 我不想离婚 可这日子 真的过不下去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注 sua cute 你说这下方留言